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遠 那今天我們很開心來到林口的酒山咖啡 那酒山咖啡的小戴呢 有一個新的磨豆機要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先歡迎小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戴 哈囉 好 那我們今天看到旁邊 不是這隻帽 旁邊有一台新的磨豆機 那是請小戴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台磨豆機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的是這一台 它是德國孔寧他們家 最新出的一台新的 磨豆機它叫X54 那我們就簡稱X54這樣子 那這是他們家第一台可以針對 就是家裡這種家用的機種 那家用機種的 就是規格就是代表是說 它是110伏特 然後我們台灣的電壓就是家用店可以 去做直接的使用 那因為這是他們家的第一台 大家都知道 Makoni他們家就是做磨豆機 很有名的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品牌 算德國第一這樣子 那像EK43啊 或者是他們E4的有一些 E80啊 E65這個系列就是他們很成功的產品 然後這是他們第一台的家用機 那家用機我們可以看它的外型 那主要就是說它其實可以 For E4的這個研磨的粗細度 那再來就是說手沖 那這些單品當然是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從它造型就可以看得出 它其實它的豆巢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出粉口 其實它是還是針對他們家 最強的E4的這個功能的一些設計 但是它這台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配件很多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按下去之後 可以去做這個地方的更換 把它換成另外一個配件 就是把這個E4的支架換掉 那我們就很單純的 透過這個粉杯去磨手沖 或者是說其他淹沒度的咖啡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把它裝回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介面 那X54顧名思義就是它的刀盤 是54mm就是5.4公分 那它在操作上的面板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其實有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它有四段 1、2、3、4 四個時間它可以去做定量的一個設定 那譬如說我們可以設 我的第一段可能是 義式的Espresso用的秒數 它的粉料 那第二段可能是你的習慣 可能是你的拿鐵或是你的美式 那第三段可能是你的手沖 或者是說它第四段 如果有一些是家庭的那種咖啡工作室 或者是一些咖啡相關業者 那我們做掛耳包的研磨 其實你可以把它的時間 好配合你的咖啡的烘焙度 粉量然後去存在這個上面 其實它還是可以做一部分 營業用的一些需求的一個使用這樣子 再來的話我們講一下它的外觀 因為它是家用的機器 所以它在安全性它會做比較多的細節 像這個是豆槽上面的蓋子 那這個是豆槽 那豆槽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種摩托機尤其是 義式在做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需要換豆 或是做清潔的時候的一個需求 那它這個插銷其實也是它的豆片擋片 我們稍微向下壓一下 按住它的安全開關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的豆槽裡面的擋片收起來 那它現在的那個粉槽 它底下的閘門就是關起來的 那它同時也把它的安全開關解開 那安全開關解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這樣子按啟動鍵 它就機器就不會動了 這樣是安全讓在你做清潔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意外的發生 那我們現在把它安全開關開回去 好那再把豆槽扣上 好再按一下啟動開關 機器就在做研磨 好這個開關安全設計是這樣子 那它粗細度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那它粗細度的調整它的 是用這種無段的微調 這種比較高階的摩托機 都是用這樣一個設計 那他們家第一台這個家用類型的X54 也是採用這種比較高階摩托機 這種無段微調的設計 那我們在做手充的粗細度 像我的習慣可能是中間偏細一些些 我是落在它的20左右 那它的最大呢 其實可以轉到大概到35 那35也是這種綠壓糊 比較粗的顆粒在做使用的 那最細呢 可以轉到它的上面刻度是1 那其實做Expresso 大概在4左右就很細了 你就可以做Creamer很重 好細粉壓力很大的 那樣子都萃取 所以它其實底下還有蠻多的 空間可以去做調整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需求 比較特殊的研磨度 焙度或者是你的咖啡機可能有 浴浸泡的功能 你想要做更大跨度的 萃取的嘗試 那其實這台磨豆機 雖然說它是家用的 但是以它目前我們在做測試 然後跟它實際出來的那個結果 其實它的 可以利用的一些非常非常大 跨度非常非常的大這樣子 好那最後它底下就是一個粉盤 那這粉盤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做咖啡粉 落粉的時候 那簡單的清潔 比較不會讓你的咖啡桌面上 在清潔上面就是造成困擾 基本上外觀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它還有4個顏色 我們今天看到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粉紅色 那它常見的大家常看到有黑色白色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像這個粉紅色 然後還有一個亮面銀 亮面銀那個顏色蠻科技感的 那個顏色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我們來試著磨一下這個是手沖 手沖的粗細度是 我的習慣是20 然後我們來秤一下這個豆子 這個是一隻新的咖啡豆 它是哥倫比亞的水洗 然後品種是奇洛索 抓一個大家常用的一個重量 大概20克 那就直接丟下去磨 其實它運轉起來聲音不大還蠻安靜的 然後研磨速度也算快 其實剛20克的手沖大概10多秒就磨完了 跟我們常用的什麼小貝麻小富士啊 其實轉速頻率研磨的效率都差不多 那像這種磨豆機我的習慣還是 研磨完之後呢 會是搭配吹球去吹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是大概20點多克 它的通常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們剛剛20點3其實出來是20點2 就是我們考慮磨豆機的一些優點缺點 或者是它的一些使用上的細節的時候 會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研磨的均不均勻啊 風味如何啊 或者是在操作的過程 你會不會殘粉啊清潔風物方便啊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我們選購磨豆機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一些因素這樣子 那像我們剛剛20點3進去出來20點2 然後它這樣子殘粉非常非常的少 以這一台其實是以液式的架構為主 做設計的一台磨豆機 那我們做手沖研磨 其實這樣表現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非常的好的 那我這個水溫也比較高是93度 然後沖煮 其實V60它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器材啦 我們就是讓水跟粉 有均勻的都有吃到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更多 就是關於這台磨豆機 可以提供出來的風味跟它的特性 所以我想用最簡單的方式沖 就是用大家常聽到的一刀流好了 我們就是這樣 分蒸完之後一個水 然後煮到 想要抓1比15 我們剛剛20克大概抓到300cc左右 讓它停下來 這台磨豆機是平刀的刀牌 那它可以讓咖啡呈現什麼樣特殊的風味嗎 對因為其實平刀的風味會比較豐富 相較於我們如果說在家裡用的磨豆機 常遇到的小飛馬小富士 他們會有平刀跟鬼池的版本 那鬼池會比較乾淨 那味道也比較薄 那平刀大部分都會有比較多的香氣 比較多的層次感 會以這個為主 這樣子 它的風味呈現上會比較銳利一點 比較多的味道出來 讓我們在萃取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各種萃取的手法 拿去取得你想要的一個風味 那在香氣層次感上的表現也真的都不錯 而且我們用最簡單的V60 然後也是用一道流的方式 來試試看在磨豆機 它的主要的能夠發揮出來的風味特色 大概在哪個地方 喝起來乾淨度也蠻好的 對啊 不會有太多的雜味或是細粉很多的感覺 再來我們來測試一下一把義式 然後這個用的是我們家的配方豆 它主要是以深焙的為主 然後我現在調一下粗細度 那義式的話我的習慣是大概在4左右 這個到4 那因為它的無段微調啦 所以其實我還是可以針對待會的 比如流速或是時間去做一些正負的調整 好一個大概義式的粉量 這大約這個是18到20克的粉杯 這個Espresso呢 因為它裡面有個人有巴西 然後它這樣子甜感還不錯 然後那個還有一些果香味 巧克力感都還蠻明顯的 而且蠻順口蠻乾淨的 其實一台磨豆機它也沒有設計可以讓義式用 它所做出來的濃縮咖啡 風味上差異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說這台磨豆機 它手沖也可以用義式也可以用 但是它在義式上的表現算是很專業的 能夠把一個義式咖啡該有的味道 讓它很好的呈現出來 那當然我們剛剛喝的手沖 表現也蠻不錯的 所以這台幾乎是算它定位是家用 但是我覺得在比較初階的商用的話 也大概可以符合那樣子的需求了 那當然在家用來講是 你若在家裡有機會做手沖 那也有機會做義式的話 它都可以提供很好的表現 那最後補充一下 那像這一台是110伏特是公私貨 那代理商是大商華家 那大商華家他們是 在台灣算規模還蠻大的設備商 北中南華東西都設有售後的距底 因為他們服務很多連鎖 包含7 全家像那樣子的一個體系 那因為這台它是台灣的規格 所以是針對台灣的電壓 110伏特 60赫子 然後它去設計它的電壓之外 它的轉速跟頻率其實也都是 就是台灣這個電壓所獨家設計 那因為之前在網路上會有一些玩家他們可能 因為這個機器在去年其實德國就已經發表了 那在台灣正式上市 其實就是上個月而已 那之前有些玩家可能從網路上 從其他國家買到其他的電壓規格 其實其他電壓規格不管是110或220 你透過深壓器或降壓器 我們因為台灣的頻率是60赫子 其實在國家還有一些頻率是50赫子 它這樣子在這個摩托機上面 它的轉速跟表現 然後它的出粉 其實都會跟台灣這個正式上市的 台灣電壓的這個版本 其實會有蠻大的落差 電器啊只要有帶馬達的東西 它的這個電壓跟頻率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買這些 帶有馬達的電器都要買台灣版本的 因為它出來的表現真的會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了解這一台摩托機 想要測試看看 嘗試看看它跟其他台風味上的比較 或者是說轉速、研磨粗細度、均勻度的比較 其實我們門市也有提供樣餅機 然後可以讓大家來現場 然後來測試、比較 然後充足、試試看風味上的差別 然後研磨出來的效果 那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Macroni X54 這台在台灣新上市的 台灣版本的摩托機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酒散咖啡 或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